什么才是模具的精华 用最简单的结构做出最复杂的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是外形圆筒带涂包拉伸的一个产品 正常模具的工艺可能需要用到 搭涂包 切外形 拉伸 旋切 或者翻边 工序比较多 而且工序工艺比较复杂 如果直接采用复合下料带翻边膜 一步就到位了 而且产品非常的完美 如果硬要在这里挑个毛病的话 那可能就是它的效率并不是太为的高 也许外国的模具行业真的可以干一辈子 这么大年纪 依然坚持在生产一线 那么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来到这个评论下方记忆留言